所以一整套下去 冒凱是扛不太住的 而且目前都是職業選手 職業選手獲勝 可能線上的換血技巧是比較好的 畢竟可能平常打的這個強度都比較高 甚至可能兵線上的理解 兵線上的理解也會比這種業餘高手還要好 因為你可能平常打的時候Q就是能退就盡量退 就不會管到那些細節 是歐拉夫打一月利亞 我記得上次看到 菲可用阿拉夫打一月利亞是打G4 他在中路把他劈爆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可以去Youtube找這個 我記得世界賽阿 他直接把他劈爆 我剛剛看菲可出坦霜 他買燃燒寶石跟小凡架 他完全不出傷害